到交通法规 大型重机机车应该要比照小型汽车 不能行驶在机慢车专用道上 不过在七米廉价期间 花莲台九线有一辆双载重机 因为当时车流量大 就转而行驶到机慢车道上 甚至还一路闯红灯 抢黄灯 结果在一个路口处 被一辆左转汽车当场撞飞 前方一辆双载红牌重机 行驶在慢车道上 眼看黄灯亮起 重机没有放慢速度 没想到下一秒 一辆白色字小客车 从车阵中的空缺处左转 依次视线死角 直接撞上重机 骑士和乘客都被喷飞 先撞到汽车挡风玻璃 再弹到地上 这起事故就发生在 4号清明廉价的下午 当时29岁江姓男子 骑乘红牌重机装载 行进花莲星辰台九线路段 红牌重机是同汽车 不能行驶在机慢车专用道 但廉价期间车流量比较大 男子不想乖乖排队 因而改走慢车道 一路狂飙又闯红灯 却在下个路口 与左转自小客车擦撞 发生意外 这个路口是不是常常有人 没有看红绿灯 又没有停车啊 没有啊 那是外地来的 这边要闯得很少 警方对上方指示酒车 均无酒精反应 锁性重机骑士 与后座女乘客 只有手脚挫伤 车祸责任还要再厘清 只是男子骑红牌重机 却在机慢车道行事 恐怕遥嫌吃上600元 到1800元不等的罚单 记者陈记也欢迎报道